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选对整个西方社会的沉重的打击 而川普当选之后呢 对中国来讲 中国非常的 习近平很早第一时间向他发出了贺电 可是截止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川普与十几个国家的领袖通过电话 但没跟中国通电话 这是在过去美国总统 获选总统当中很少有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川普的概念呢 就是很特别 如果在西方社会 大家公认是打碎了民粹主义 打碎了精英主义的话 其实川普在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征兆 回归人本来的真实 我个人的认识了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了 当然在中国呢 美国在国际媒体当无法关注中国事情的时候呢 那习近平也出现了一种个体的类似这种概念 只不过他是以习核心的概念 一个个体的者击碎所有虚假的东西 集体领导就是骗人的 胡说八道 对不对 当他击碎这些骗人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接受了 别看他反共的 他不接受了 在跟自己生命本身对立了 但你对立没有用啊 这世界 这世界顺应世界的人 那是智者 展现自己聪明的人是愚蠢 你越贼聪明 你越贼愚蠢 一定弄死你自己 这是我的看法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有一个人非弄死自己不可 张德江 承报一篇报道这么说的 张德江指挥唱衰香港 毁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方针 完全以搅局的方式而出现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的评论了 张德江为了掩饰 过去四年来的失败错误 借立法会的维港独组织 青年新政的议员的宣誓事件 小题大做 那只是地方诸侯中联办策划了这种 完全搅乱香港司法独立的事情 与香港大约一百万选民为敌 那这里包括了陈佐尔 是港澳研究会的会长 与整个社会的舆论相反 畅衰香港 那实际是在撕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那据了解中央的核心领导 研判这一次事法风波 是过度发酵 高度重视香港社会 对于反对事法的意见 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那严防纯净的反革命集团 这是他整个的一个概括了 所以他提到说张德江的做法 纯粹是跟习近平作对 而中央的核心并没有要铲除十多名议员的计划 因为当张德江的事法出来之后 那在张德江的势力范围之内 包括中联办 包括梁振英 都提到呢 在现在的议法会议员当中 有些人在宣誓当中都是错误的 而这些被指定的人 都是泛民主派的议员 所以这就变成了清理香港立法会 那清理香港立法会 打击香港人一人一票 能够选出来的这些泛民主派议员 那你怎么看都是维护中央的利益 以极端的手法 以借口维护中央的利益 维护你习近平的利益 你无话可说 可是这种做法势必引发香港的大暴动 和香港整个社会的崩溃 直接影响到香港司法独立 在人大司法之后 香港高东法院针对宣誓风波 就没有任何 再拿出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也没听到 他们又如何了 所以通篇这里文章讲了很多 就像他以往讲的一样 没有太多的新内容 但是他直接了当的提到 这是张德江整个控制了 他的体系与习近平的体系 表面上在替习近平说话 替中央说话 实际直接打击他 法广的报道 香港著名的大律师无碍一指 人大司法是违宪跃权 遵守与否 已经成为质疑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千人的香港的法律界人士 包括香港的法官 香港的律师 进行黑衣沉默游行 那中间这位女士就是吴爱怡 而他们的游行就是抗议张德江的主动做的人大司法 那人大司法触发了香港越来越多的诉讼申请 正当法庭即将就两个议员的案子做出判决之际 那现实的大律师前议员吴爱怡 直接写出文章 讲张德江的人大司法 多处违反基本法 超越了解释法律的权限 并质疑一个违宪跃权的释法 是否对香港有着约束力 那吴爱怡的讲解 如果非常到位的话 从换个角度来讲 这是习近平置张德江于死地的罪证之一 所以这是一个以一致一的概念 这是一个天象的概念 对吧 这是一个天象的概念 当张德江以权力的方式 以自己作为这个人大委员长兼港澳办公室主任 以他自己权限范围内代表着国家最高的权力长官 对香港进行如此做法的时候 习近平从权力的角度来讲 他无法制约张德江 但是他的做法当带来问题 从专业角度来讲 直接违反基本法的时候 那习近平可以最佳一等的弄一大帽子 就扣在张德江脑袋上 置他于死地 吴爱怡在立场新闻当中 以人大常委期违反释法越权 直接指出人大释法 是前所未见的干预破坏香港法治 有七个地方 那他讲的很详细了 他第一个他提到说 在基本法当中 完全没有关于宣誓和就职的相关条例 所以就完全没有触及到宣誓条文的 所谓的立法原则 人大常委并无对香港基本法 有补充立法的权利 所以人大释法是越权修法 是违反的 基本法明确规定 在香港只有立法会有权 立定修改和废除香港法律 而释法已经实质触及到 香港的宣誓及声明条例 和立法会的议事规则 这样的具体规则 越祖代表违反了香港基本法的 七条条文 第三 现行法律并无抵触基本法 如果有抵触的话 人大常委也无权插手修补 那他讲了一共讲了七条 我们跟大家介绍三条 意思就是 吴爱宜作为一个大律师 作为一个法律界的一个知名的香港法律师 他完全从法律的角度 条文角度 只递出张德江的违法行为 违宪行为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习近平完全可以利用吴爱宜 拿出来的纯专业的解释 干死张德江 但同时呢 他维护了他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和香港本身的权威 所以这是一个 本来是张德江要用这个概念 去直接打击习近平 结果现在就是守心守备的道理 当这件事情无法顺应天意 天意完全是反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相应的东西出来 打在自己身上 而如果我们把吴爱宜的 有关七条 就是张德江的人大事法 有关七条违宪的内容 缩起来说的话 就这张图表 吴爱宜说 整篇事法文件 连宣誓及声明条例都没提及 请问如何解释得了 香港本地的法律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 你连这个本身条例都没提 你怎么叫事法咯 对吧 那更有趣的 以这种追诉的概念 追到了梁振英本身 梁振英在宣誓就任 这个香港特首的时候 在他宣誓词当中 漏掉了香港两个字 他是香港 他要宣誓就任香港特区政府的首席执政长官 却漏掉了香港两个字 那你家是哪家头啊 你家是哪家脑袋呀 你宣完是香港的头 还是香港水里的什么头啊 他们不知道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 你是一个这个地区的领导 你将宣誓成为这个地区的行政长官 却把这个地区的名给忘了 那人家叫你王八不成吧 但你自个儿漏了 这是一个关键的 所以在香港在讨论 行啊 你把他们给弄了 现在弄你了 你是问题了 这你让我说就是我刚才说的 张德江跟梁振英在利用这件事情去真正打击习近平的时候 今天顺天一而为之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一致以打击习近平 结果现实的状况又是一致以的方式 却打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那在我看来呢 这件事情呢 就出现了一种大的天象的变化 美国出现了川普 中国出现了习和信 这是对等对等出现的 在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国家 都是出现了一种逆反的 否定他们原来的一切的 这么两个独立的人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